可是我决定了不舍弃自己的心态 不管我讲任何宗派的经论 我一定是会归净土 到最后还是归到我自己这条路上 它对我有好处 所以根本志没有得到 不可能有后的志 根本只是私沉 所以现在人有聪明没有智慧 也就是他没有私沉 他没有方向 他没有目标 他是到处摸索 这很苦 前途是黑暗的 不是光明的 你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那前途是光明的 这个道理要懂 要明了 坚定自己的心愿 决定不为外境动摇 善岸道大师讲得好 即使是阿罗汉 菩萨来教你 甚至于 摄加摩尼佛来教你 我还有好方法 比这个净土还好 我们听了都如如不动 这才是坚定的信心 这才决定成就 善岸道大师这个话 说的很长 说的很多 说的很详细 苦口婆心的 在《观无量寿经》 《四铁苏》 《上评上僧章》里面 这个经我讲过 《上评上僧章》 我也单独讲过 诸位可以做参考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